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格 我是考古Up John 2005年Hooksoft推出了文字AVG Summer 本作演示的是新装版 故事说的是 在暑假休学旅行的晚上 和一帮狐朋狗友在一起瞎聊天的时候 男主海金匠被问及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 这个问题虽然让我们的男主蠢蠢欲动 仔细思考了以后 男主决定努力开始一段 夏日海边小镇的阳光恋情 这一类校园纯爱剧 其实真的是难免俗套的 七位女主的配置 幼群染妹妹同级生学姐学妹老师大小姐 悉数到位一个不少 连游戏刚开始修学旅行的套路 都是老掉牙的桥段 我们的男主被问得蠢蠢欲动以后 干了点啥呢 没错和所有修学旅行桥段一样 小头指挥大头去偷看人家温泉洗澡 这种事儿大家可以赶紧弹幕举例 有多少游戏里都有 就别说女神一文路这种全年龄游戏了 就我往期介绍的视频里 Duel Savior里有 龙骑士4里有 欲望学员有 和元祺家族也有 结果嘛 自然是被发现 然后狼狈逃窜了 由此可见 现在纯爱剧不好编啊 老梗都快用完了 本作在玩家可操作的选择项上 采用了比较少见的RTC系统 这个系统的特点在于 给你在选择的时候增加了压力感 让你必须快速做出决定 不再能磨磨蹭蹭的深思熟虑 因为在你浏览选择项的时候 会进入倒计时模式 如果倒计时结束 你还没有做出选择 这个选择项就会自动结束 这样同样也会影响剧情的走向 这一套RTC系统虽然不太常见 但是其实也不算稀奇 因为早在1996年 世家在土星上发行的 樱花大战上采用的正是这个系统 当时的樱花大战 用舞台剧的表演形式 结合简单的SLG战斗 再结合这一套新颖的RTC选择系统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大卖到不可思议 当然了 这个IP后来怎么样了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本作在这上面选择了RTC系统 在我看来 并不是配合剧情紧张压迫的需求 而是因为 如果再没看上去新颖的东西 就真的太平淡 太没特色了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 我对这么一个看上去没啥特色的游戏 就觉得很烂呢 从我自己来说还真不是 这里我先声明下 因为我个人比较偏爱 这一类夏日阳光 碧海蓝天的轻松氛围 夏日恋情的气氛是非常令人迷醉的 所以这个游戏的整体设定 就比较对我的胃口 哪怕它没有什么明显的过人之处 我从很久以前就非常喜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日本歌手 比如山下达郎 角松铭声 姓李 他们很多歌曲里都有着浓浓的夏日气息 听这些老歌会让你恍然置身于阳光的海岸 心里还充满了恋爱的甜蜜 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Citipop这种音乐形式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以至于后来我去做一点音乐方面的尝试 取的素材 基本都来自这个阶段的歌手 正因为Citipop和这种夏日浪漫迷醉氛围 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 所以我对这类作品天生具备好感 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 Summer我给75分 音乐柔和 花风细腻 全程语音 很纯粹的夏日校园 纯爱剧 没有什么特殊的世界观 推荐给对蓝天大海情有独钟 且厌烦不正常设定的纯爱玩家 在我的感觉里 每一个少年都应该梦想 有一段这样的夏日恋情 虽然这个季节终将过去 难免会有曲终人散的失落和遗憾 但记忆会化作永恒 定格在那里 成为你的人生宝藏 我们每一个人的成熟 都是精力的堆砌和感悟 本作能让我们体验一下这样的美好 也就弥足珍贵了 最后预告一下 等本频道到达十万份 我会放出自己制作的一小段音乐作品 虽然因为缺乏音乐基础而显得很业余 但在有生之年 我能知道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形式是什么 是多开心的一件事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管是做一个频道 还是做一段音乐 创造一份美好的回忆 我都会很知足 也希望大家一起能来共同见证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给一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